各位網友,今期的洪春活注意 跟大家講講在新加坡舉行的特朗普和金正恩 這個美朝高峰會所帶來的影響 大家知道這次的會議根本上是很出人意表的 曾經何時三個多月之前 大家哪會想到會有美朝的峰會實現呢 因為70年來從來沒有在任的美國朝鮮領袖會談 以往試過有三次都是美國卸任的總統卡特、哈勒頓 那些去平壤和當時的北韓領袖見面 但到頭來來說呢 所談下來的事情都是得過來 捉藍打碎了一場空 這次呢 是實現了70年來第一次在職的美朝領袖的峰會 舉起觸目 這次美朝發表了聯合聲明 裏面提到要建立美朝的新關係 就是要實現半島長久而穩定的和平體制 然後就說要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 要尋找和嘉環來說 這次在北韓領袖見面 那些美國失蹤韓戰的時候的失蹤人士 或者是陣亡仗士的危險 對於大家最關心的 所謂完全可檢驗 不可逆轉的無核化 所謂的VCID 這件事裡面是沒有一個明確提出來的 但實際上來說 最核心的問題是 完全無核化的 的確很明顯地 在聯合聲明裏面突然反映到 而看整個會談的氣氛來說 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在特朗普和金正恩 一個長達35分鐘的 單對單的 閉門秘密會談當中 應該是取得成果的 因為出來的時候 兩個都能夠是笑口曬曬的 去面對媒體 而特朗普的個性來說 如果單獨的會談裡面 摸不到金正恩的底牌 拿不到有好的成果的話 他根本都不會擴大到 給雙方的代表團 來加入一個集體的會談 更加不可能發表一個 聯合聲明 所以這個成果是來之不易的 曾幾何時裡面 十幾天前 特朗普突然說 宣布取消 6月12日的美朝峰會 說他北韓裡面的高官發出了 挑釁性的攻擊性聲明 所以就取消 跟著呢 又看到北韓的反應的時候 又說他這個態度是積極可取的 如期舉行了 所以特朗普那些能身能屈 收放置如 那個談判的技巧 可以是怒火順青 跟他商人裡面那個 長久以來所積累的經驗 分不開 他真真正正的做到是知己知彼 很明白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也都可以把這個優勢 放到最大化 這個項目的 拿到在談判上 他所要的東西 而今次來講 北韓可以說是 用棄核來換和平 換這個經濟發展 這個路向是正確的 不過很多人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個美朝今次新加坡會談 取得了成果 對中國裡面的影響 都正有負 如果負面的話 就說中國以往一向力主的 所謂六方會談 由他北京主導的 這裡已經成為明日黃花 完成他的歷史任務 但另一方面 本來美國說 如果美朝會談 破裂的話 就會對中國的金融高官 在美國的資產裡面 就會凍結 沒收 對中國裡面 和朝鮮 有經濟金融網絡 那些金融高官 是很嚴厲的制裁措施 是很嚴厲的 結果呢 因為美朝 談了一個結果 我估計 對中國的金融高官 這些嚴厲的制裁措施 不會去付出實施 另一方面 在美朝之間 達成了這個聯合聲明之後 估計下一步 美朝建交 宣布將朝鮮停戰協定 改為和平協議 和金正恩的氣核時間表 這些都會陸續提出 真正正有干貨 給全世界看到 所以 無論如何 建兵已經打破 道路已經開通 方向已經指明 朝鮮叛島的和平穩定 是可以期待的 多謝各位